税收超增其实会导致很多行政失灵 入不扑出或者是无法量入围出的状况 6000元的红包其实只是杯水车型 今天因为低估这个预算就有所谓超增 然后就要还税 那如果这样是不是年年都超增 那年年都要还税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觉得政府也应该要把这样的一个政策方向跟原则说清楚 我想这应该是要制度化 而不是说今天好像因为这个税收的议题 然后就有了不一样的做法 我觉得这样子的话国家的施政没有办法长远 苏院长可能会不会因为这一波发钱 然后增加留任的可能性 民众收到这个红包多少是开心的 但是这个开心能够维持多久我不知道 只是民众会觉得说好像是理所当然 也不会特别去感谢政府 因为他们会觉得说还税于民 就是他们本来缴的税就是还给他们 甚至可能还认为是政府多收的税 所以类似这样一个错误的命题 或是一个错误的观念 其实就会导致这样子的议题 最后让政府也没有办法得到任何的好处 但是却是让我们可能国家的很多政策没有办法这个确实的去执行 所以这后面其实凸显很多税制改革不确实的问题 或是税务评估过于保守的问题 很多不合时宜的税制如果一起改革的话 一年的税损才300亿 但是却可以让民众觉得说政府有在革新 也对于税制改革的精进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尤其是像相关的能源税的推动或是碳税等等 这些都是有助于国家进步的税制 但是长久以来用一些不合时宜的税制 继续的不改革 其实我觉得这个才是击毙的来源 所以我们也希望说 藉由这一次能够好好的检讨这些不合时宜的税制 让我们的税制能够跟得上时代 对于未来台湾的这些财政健保劳保的这些问题 要如何去负担 我想一想起来千头万绪 大家也都觉得说确实柴米油盐降处查 在这个台电跟中油都连年亏损的状况之下 光去年累计亏损就4500亿的情况之下 说实话我们的负债远比我们现在所认为的 这个所谓税务操增的议题要来的严重很多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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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